张忠谋笑笑没多回 史上最挺台 国务卿蓬佩欧来台 特别会见商界大佬 台积电 利纪电 中刚 义美董座 传出积极和商界大佬沟通 有其目的 敏感问题外交部长转头离开 就怕蓬佩欧访台失交 但根据我驻美代表处 机密电报 蓬佩欧这趟 某部分也是为了争取台湾投资 他担任顾问 与他有关的Enirac公司 去年七月 他还和公司投资长 拜会我驻美大使肖美琴 希望台湾退辅基金 和劳退基金参与投资 如果有具体进展 蓬佩欧将有机会访台 府员严正驳斥 但华盛顿自由灯塔接力披露 先前白宫印太事务协调总监 以卸任官员身份 接受远景的视讯演说 要价2.5万美金 折合台币67万元 这回再找蓬佩欧 层级更高 出息费可能破70万台币 有政治条件的一个投资行为 那这样子的话 你政治的条件 会不会掩盖了 或者说是蒙蔽了 那我觉得这个政府 应该要仔细地来思考一下 蓬佩欧已经不具有 美国官员身份 投资行为不触法 但仍然敏感 外交部声明强调 蓬佩欧访问团 没有相关投资公司人士 台湾政府也不会协助 投资计划 学者分析 其实政治目的 大于商业目的 对蓬佩欧来讲 其实商业利益 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利益 蓬佩欧大可找日本的投资者 大可找新加坡投资者 大可找以色列投资者 他为什么要找台湾 他缺的是 怎么样在印太战略当中 把台湾当成是一个 围堵中共最前线的 一个航空母舰 蓬佩欧有意挑战2024 总统大卫 是否寻求资金 让这次访台 被沾上上夜传闻 进行王志恩 简玉玲采访报道